轻轻松松,深圳游中 今天我们去华强北框街 这里有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美与 是电子产品主要拾散地 在80年代初,这里是一片荒木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 最初这里主要是放简单的电子零件 逐渐发展成电子产品市场 华强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 坐深圳地铁就可以直接到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在连堂口岸过关 或者选择在罗湖 在福田口岸过关也可以 要转成深圳地铁2号线 又或者7号线就可以到达华强北了 现在我们在港铁九龙堂站出发 坐东铁线列车去罗湖 很快我们到罗湖了 今天是平日,也很多人 虽然人多,但用了10分钟就过关了 我们是坐深圳地铁1号线列车的 我们是坐深圳地铁1号线列车的 现在就坐深圳地铁1号线列车 现在就坐2号线列车了 下站是华强北 到达华强北站了 是由DX出口离开车站的 是由DX出口离开车站的 我们下期再见 首先我们裁华强电子世界 首先我们裁华强电子世界 这儿共有6层 提供数码一站式彩球服务 首先我们逛御楼 这里主要是数码潮流产品 很多人有兴趣的模型机 智能手标 我也在戴智能手标 想买的,这里有很多选择 这些点歌机也不为一千多元 在家唱歌,很方便,人人做歌神 这些蓝牙语统 蓝牙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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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质量好些的就贵少少了 包两个咪 混音机也有,有直播网红就需要了 这些儿童数码相机多有趣 带给小朋友就很开心了 个式那样的电筒 买一支放在家也好 手提按摩机 对港机也有很多款式 现在可能少了人用了 汽车录影机 这些电子琴很有创与 对初学钢琴是很有用的 还有没有热脚风筒 风力和热度是足够的 电源也很耐心教典又使用 烧架一般是人民币90元至120元 我们就要港版三个刷头 马营风筒换三楼 这层主要是收买影像器材 大小的望远镜 这层还有手提电脑维修 我们去到五楼 这里是LED交易中心 看下多少LED桌子灯 任你选择 其他流程是电子元气检采购 交易中心 这里是全国最低的单体电子商场 远远华强电子世界了 我们去到对面的赛格通讯市场 这座主要是收买通讯配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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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特色是收买大量的 和多款的苹果爪机壳 接着我们去现代之窗数码赶场 这座主要是收买通讯配件的 这里的特色是很多意想违旧数码相机 这座主要是收买通讯配件的 之前用了手机拍照 这些数码相机就被冷落了 其实这些数码相机是值得违旧和收藏的 这座主要是收买通讯配件的 接着我们去远博送马相机 这座主要是维修手机的热点 这座是维修手机的热点 你看看这里有多少人来维修手机 手机换幕、换电、恢复数据、修理主板 都是来这里的 我们也维修手机换保护帖 我们的手机已经很足够了 大商店也找到我们的保护帖 保护帖、连连手工15元人民币 我们使用的手机也换来学习 我们使用的手机也换来学习 新疆型號的手機殼這裡都齊備 很便宜的手機殼每個是由5-100元人民幣 這裡的軟網數碼商城裡面都有數碼新潮產品買 這邊的款式更齊備 我們在市場看到最好的方法 我們在市場裡面的方法 也請客們去捨自回廠 這裡的方法 也請客店 這裡的方法 這邊都是很棒的 這裡是一個人的電子 這裡的方法 芭蓮電子商場 繼續放華強北部行街 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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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了这么久,我们喝杯鲜榨果汁 接着我们放入桃梨 这里是华强北地下商业街 这里吃的用的鱼鳥都有 这里有很多美食 肯定有一款適合你吃的 我们都去吃东西了 吃饱了,走了半天,我们乘上龟头 我们都是坐深圳地贴5号船列车 回程我们又连堂考完和班 很快我们回到香港了 坐必失线巴士去粉岭 很快我们来到粉岭站 再坐冬铁船列车回程 就到此为止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 请给个like 分享 和免费订阅 下集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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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